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就是说像以相机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像Sony Z1的部分它有防水功能 那如果说我们常常在户外去玩的话 其实像手机它有防水功能 那以及说它的相机其实有到 2000万画素以上的一个规格算是蛮强的 第二项 平板电脑 金奖得主是轻如书本的iPad Air 达人对它的形容是这样的 目前平板里面大概效能最好的就是iPad Air 因为它的萤幕拥有目前最高的解析度 而且再加上它的处理器又是最新的64位元 第三项 笔记型电脑 金奖得主是轻薄简约的Lenovo Yoga 2 Pro 第四项 数位相机 金奖得主是全服为单眼Sony Alpha 7R 让我们来听听看达人怎么说 我要先手上这台Alpha 7R 从体积上 从外观上都是最巧 而且最复古 最有质感的一款数位相机 第五项 平面电视 金奖得主是顶级梦幻4K机Sony Bravia 达人对4K电视别有一番见解 毕竟4K电视的单价目前都还不低 所以发展的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音质 因为不见得所有的消费者在观看电视 选购电视的时候 会为它配备专门的影响 所以在选购时 试听电视机本身的声音表现 也是一个选购的重要考量 第六项 游戏主机 金奖得主是处理速度更强悍的Sony PS4 第七项 时尚家电 金奖得主是犀利勇猛的Dyson DC48吸尘器 第八项 APP软体 金奖得主是全球3亿人口使用的LINE 到底LINE有多受欢迎呢? 我们来听听看达人怎么说 那最实用的话我觉得是LINE LINE除了可以做免费的简讯 然后视讯通话 还有很多可爱的贴图 让大家去沟通感情 第九项 影音剧院 金奖得主是声音磅礡可无限放送的Sony蓝光家庭剧院 达人对他的评价很高哦 那以声音还有外观设计来讲 都是Sony 8的头筹 他以轻薄的设计 加上绚丽的镜片方法 所以加上声音的表现 就是所有就能用最好的 第十项 3C配件 金奖得主是声色齐备的 Sentheiser Momentum On Air 耳机 让我们来听听看达人评价如何 我觉得在Sentheiser这支耳机 表现上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音色跟均衡感 以及它的解析度 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然后整个外形也很漂亮 如果年终奖金到手的话 你最想买的是哪一款3C产品呢? 我可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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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